秋收起义休水纪念馆珍藏的这面旗帜 虽然历尽岁月洗礼 但依旧保持着鲜红的本色 依旧鲜艳夺目 1927年9月9日 香港边界秋收起义爆发 起义由党的前敌委员会领导毛泽东任书记 平江 刘阳 李陵一带的农军 安元路况工人 以及一部分国民革命军 统一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 参加了这场壮烈的武装暴动 镰刀 斧头 五角星 九十多年前的那个初秋 在武装暴动的霹雳声中 这面旗帜列列迎风 引领工农群众奋勇向前 中国共产党人打出了人民的旗帜 发出了革命的怒号 军教工农革命 军教工农革命 旗号镰刀斧头 荒炉一带不停留 要向萧香直进 地主重重压迫 农民各个同仇 秋收时节目云仇 霹雳一声暴动 展示上 地主重重历 地主重历 本代表